美國國務院發布新聞通告表示 美國對包括中共和中共官員在內的侵犯宗教自由者 採取持續追責行動 而《明貴網》已經收集了超過10萬 參與迫害法輪功人員的名單 據瞭解 這些名單已經開始分批 寄給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等五眼聯盟國 保護宗教自由是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 沒有任何國家、實體或者個人 可以迫害信仰者而不承擔責任 我們已經採取行動 並將繼續採取行動 臨近年底 美國國務院發布新聞通告 在此重申保護宗教自由的決心 美國國務院在12月18日 根據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 再度將中國及朝鮮等9個國家 列入宗教自由特別關注國名單 這是中國第20年被美列為特別關注國 另外 在這個月 美國政府宣布根據全球馬格尼茨基法案 標示了9個國家的68個個人和實體從事腐敗和侵犯人權行為 其中包括4名緬甸軍方領袖 今年10月 美國國務院對參與迫害新疆穆斯林的中共官員、黨官員實行簽證限制 之前在5月 美國國務院官員也告知一些宗教和信仰團體 以及美國法輪功學員可以提交迫害者名單 美國將實行更嚴格的簽證制度 對迫害人權、宗教者拒發簽證 以得到簽證的也可能被拒絕入境 之後 法輪大法明慧網發表通告 呼籲海內外法輪功學員收集參與人員的信息 7月 一批惡人名單被遞交美國國務院時 官員告知 近年在中國已經有多人因迫害法輪功學員人權被拒發簽證 人權迫害者的配偶、子女也在懲罰之列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表示 法輪功學員對中共的惡人惡行的揭露、追蹤、整理資料和舉報 是做得最好的一個群體 在懲治人群惡棍的方面 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阻止他們入境 是非常有效的手法之一 因為中共的這些惡官惡人 他們在中國肆無忌憚地侵害人權的同時 其實他們相當多的人 是要把自己的家人財富要轉移到西方 以及他們自己也會給自己準備後路 因為他們也知道中共的統治是很快就會垮台 除美國之外 目前有28個國家已經制定或準備制定 類似於美國的馬格尼茨基法 對人權迫害者拒發簽證、凍結海外資產 而明慧網惡人榜截止到11月15號 已經收集了超過10萬參與迫害者的名單 據瞭解 這些名單已開始分批寄給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等 五眼聯盟國 中國問題學者薛馳指出 實際上中共對信仰的迫害 不僅局限在國內 法國《衛加羅》報12月23號報導 中共官方近期提出對宗教重新闡釋教規教義 要按照符合中共要求 重新翻譯改寫《聖經》、《克蘭經》、《佛經》等宗教經典 顯示中共試圖對宗教進行更加嚴格的管控